来关心南韩岁月号传难事件 到目前为止 搜救的工作还在进行 已经有189人离难 115人失踪 南韩总理郑宏元 他也坦诚疏失 他说初期的搜救作业的确有错 所以请辞下台已是负责 而他也是南韩唯一一位 为传难下台的官员 但是家属痛是爱子怒气难消 光是一个官员辞职 也难以贫抚家属的心情 而另外在台湾高中 陆陆续续恢复的上课 但是高二学生预定28号复学 大部分的学生到现在是生死未卜 到时候全年级恐怕只会剩下 13个人出现在课堂上 岁月号传难发生之后 南韩总理郑宏元 成为第一位请辞下台的南韩官员 周次坦诚政府初级的救援工作 的确不完善 被家属质疑岁月号救援不力 南韩国务总理就算下台负责 恐怕也难辞其咎 家属们依旧怒气难消 而且就在传难发生之后 他曾经被罹难者的家属呛杀 当时还被水瓶砸中 家属心情依旧沉痛 坦诚高中也笼罩在悲伤的气氛当中 黑色灵车不断穿梭在校园中 载着罹难学生 最后一次回到学校 最后一次喊同学们告别 台园高中24号开始陆续复课 但是遭遇传难的300多位学生 只有70多人获救 预定28号复课的高二年级 只有13个人确定会回到学校 校园外堆满鲜花纸条 希望罹难同学一路好走 记得曾医生综合报道